一,改变落后观念,老年人也能享受性,老年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性了,这是刻板的传统落后观念,首先要对老年人的性需求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,解除传统观念的束缚,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,保持六观的心态,继续保持对性生活的浓厚兴趣,夫妻之间和相配合,不要压抑自己。 二,科学锻炼,保持身体活力,健康的身体是性的先决条件,根据自身体制,积极参加体育锻炼,选择适宜的体育锻炼项目,不能过于激烈,避免身体的过度疲劳和情绪上的高度紧张,肥胖者减轻一些体重,也有助于性功能的改善。 三,合理调理饮食,应注意暂时平衡,营养合理,除了饮食药荤素搭配外,多吃含有丰富矿物质,维生素和有以脂肪酸和氨基酸的食物,常吃些鲜鱼,牛奶,蛋类,牛羊肉,豆制品,海产品,食令蔬菜瓜果等。 四,掌握好频率,不要过度,老年人不用完全停止性活动,但也不能过度,毕竟年纪大了,不能像年轻时一样逞能,一般来说,一个月两三次左右比较合适。 五,适当调养,一个补养的小方法。 上了60岁,身体机能自然退化,大多数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,肾阳不足,从而产生冷淡,疲软,时间短,腰细酸软,胃寒怕冷等情况。